好,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搖桿的部分 那我覺得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些搖桿最厲害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到我們搖桿最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這一隻POWER A Fusion Pro 3 好,那我們就先直接講一下我們這一隻Fusion Pro 3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我們背後的四個自定義按鍵 而且這四個自定義按鍵是可以在你玩遊戲的時候 即時馬上的去設定的自定義按鍵 我們待會兒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原廠搖桿沒有這四個自定義按鍵 我們後面空空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講到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講我們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我們比較實 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我們比較實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這個POWER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這個Fusion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 那我們就直接先講一下我們這個Fusion Power Fusion Pro 3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這個Fusion Pro 3 這一隻搖桿的三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第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前面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撥桿,這是我們的耳機孔 就是我們插耳機孔的音量調整鍵 那我們原廠的搖桿也是有耳機孔 但是我們的音量調整 我們一定要去設定裡面去慢慢的去摸索你的音量 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這個Fusion Pro 3 它這一隻搖桿的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第一個我們正面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神奇的撥桿 那這個撥桿它就是音量調整鍵 就是我們下面有耳機孔 原廠的也是有耳機孔的部分 但是我們如果要調整音量的話 我們原廠的搖桿你要到設定裡面 你才可以慢慢去慢慢一格一格去調整我們的音量 我們沒有辦法在不同的遊戲間切換 然後就快速去調整音量 那這個Fusion Pro 3 我們就可以切換不同遊戲音量不同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來調整我們的音量部分 我們 那第二個 那這隻有 那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在我們 我們背面呢我們有三個觸發的深淺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的LT跟RT這兩個 就是開賽車的油門跟煞車這兩個 我們有三段的不同深淺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調整最淺的就是貴最快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背面有我們LT跟RT就是我們開賽車的油門跟煞車 這兩個我們有三段的不同深淺的觸發力道 觸發深度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有我們的LT跟RT就是我們油門跟煞車的部分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有我們的LT跟RT就是我們油門跟煞車的部分 第二個特色就是我們搖桿背面就是我們搖桿背面的LT跟RT這兩個 就是我們開賽車遊戲的油門跟煞車這兩個搖桿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觸發深度 就是我們現在把它調成最淺跟最深 你應該看得出來有點不一樣吧 所以我們如果開賽車我們希望要全部的形成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調成最深 那你如果想要玩什麼 那你如果想要用搖桿玩什麼射擊遊戲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調成最淺 那這樣子可以更快的觸發你的板機的部分 那或 那或 那或者是 或者是你想要 或是你有什麼遊戲啊 或是你有什麼遊戲啊 然後你覺得你一直按這個深度有點太深了 按到所有字頭有點酸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調成比較淺 這樣子你就可以按比較少按鍵 就有點像Nintendo Switch的概念 或者是你有在玩什麼遊戲 或是你有玩什麼遊戲 你覺得這個觸發深度太深了 你按久了 有點手痠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調成最淺 就有點像是 上面這種按鍵的概念 就是輕輕按一下就可以觸發你的腰桿 第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也是在背面這裡有一個 Programmable 第三個特色也是在背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四個自定義搖桿部分 第三個特色 第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後面有四個 第三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後面有四個自定義按鍵 而且是可以在玩遊戲的時候 即時調整 後面這裡有一個Programmable 就是我們的設定按鍵 那我們可以輕鬆的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即時的去更改這些的按鍵配置 所以就不需要去用到軟體裡面 然後慢慢在你調整 直接即時並完並調整 多麼方便 那背面的部分 那第三個特色也是背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四個自定義按鍵 而且這四個自定按鍵 這裡可以有一個即時調整的按鈕 第三個特色也是在我們背面 就是我們有四個自定義的按鍵 那這四個自定義按鍵要調整也很方便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自定義的按鍵 我們可以即時的來調整這後面四個按鍵 所以我們玩遊戲忽然覺得 我想要配置什麼東西到這個按鍵 那我們可以即時的就在玩遊戲當中 即時的去配置 我們不需要去安裝軟體 然後還要這軟體拉來拉去之類的 直接並完並調整 超方便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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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